今天早上的8点半 你有没有听到全台防空警报器 铃声大作 但是明明就没有演习 让不少民众是一度紧张 没有想到竟然是相关单位 误触乌龙一场 防空警报器突然响起 内政部相关单位表示 由于每天都会试播警报器 但是今天早上不小心按到了扩音 才会铃声大作 但又有一说说是系统故障 两者说法不一 由于大陆才刚刚划设了 东海防空识别区 引起许多周边国家的反弹 在东亚情势紧张之际 空袭警报大响 也让不少民众饱受虚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